Hello 大家好 今次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英國的生活費 我會比較一下倫敦和曼徹斯特之間的生活費的分別 其實有什麼費一定要在英國收的呢? 除了租屋、付帳戶,其中一樣就是council tax 其實英國分了很多不同的市政府 所以你無論在買屋和租屋之前 一定要查清楚你是哪個市政 以及看清楚你們要付的council tax是多少 如果以我這家屋為例 四房有一個小花園 大概要付200磅左右的市政費 另外就要買home insurance 要買TV license 水電煤、電話、bought bank 這些跟香港都差不多 如果這些所有的租屋等 加起來大概佔我2000磅左右 另外如果由於Chester的交通 又沒有subway 又不是很方便 我就要自己開車 每年都要驗車的 除非是新車頭三年不用 MOT每次就35磅 還有有時候都要服用下架車 又要給roll tax 又要給insurance 大概我每個月都要給88磅 另外食物方面 買菜大概400磅左右 都可以 均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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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 所以那裡加起來每個月大概是2600磅 我發現其他YouTuber說他們的cost of living 就差不多 但我視乎住在哪裏 可能倫敦在住屋方面就會貴很多 所以我想今天給大家看看 Manchester和倫敦之間的差別在哪裏 你會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在食物方面 倫敦就貴過Manchester是大概9% 那Housing呢 就62% 那譬如衣服呢 就10% 那譬如說Transportation 即是一些交通啊 費呢 如果我們click進去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其實它比較些什麼呢 它主要就是比較到 看到原來就是一些公共的設施 可能是subway 又或者坐的士 100% 即是那方面就會貴很多 我們繼續看 但是Personal Care 我想它是指譬如說一些我們平常用的日常用品 差不多的 那最後呢 Entertainment 大家又看看八卦 看看有什麼 那譬如說去看電影啊 看Seater 或者出去吃飯 那它就會作一個Average的總結 那它最後出了出來呢 就說如果倫敦呢 就會貴16% 那它Average了所有東西之後呢 那它就出了 那個Cost of Living 倫敦呢 就比Manchester 呢 約莫就39% 那我想再看清楚一點 那它也做了很多細節的 可以看到 那它也做了很多細節的 例如它會比較了 倫敦和Manchester 一些較為貴一點的地方 那它們比較相同大的 accommodation 那可能是flat 可能是House 但是這裡是900呎的 那你們看到了 就是貴成1809% 那如果是一些較為 它用Normal Area 也不是特別貴 也不是特別便宜 那也是貴成62% 譬如說小一點的Studio 都說差不多70% 那連Normal Area也是的 好 那先示範到這裡 那其實大家看完這個比較之後呢 都會發覺 哦 原來倫敦呢 它的生活子稅 真的很貴 那所以 其實 我覺得最重要呢 就是看一下 譬如說你們是不是很喜歡倫敦的生活 或者你們的工作在倫敦 那變成都決定了你都沒有選擇 但是如果呢 我覺得 大家有得選擇的時候 可以想一下 其實 住下其他地方 譬如Manchester Liverpool 那有很多地區呢 其實 他們那個 住屋方面呢 是便宜很多 它便宜很多之餘 它便宜很多之餘 那希望這個Youtube 你們覺得可以幫到你們 還有呢 麻煩你們Like這個Youtube 還有幫我訂閱的頻道 還有Like我的Facebook page 英國生活的點的 好啦 暫時講到這裡先 拜拜